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老,能够为父母每年进行体检时很有效新的做法。 在给老年人体检时,有一个项目一定不要缺少,那就是骨密度检查。 如果通过骨密度检查发泄骨量减少,那很有可能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。 都知道老年人骨质流失多,容易产生骨质疏松,骨质疏松应该不该。 但是如何科学的补钙,如何补钙效果好?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,老年人缺钙应该如何补充? 对于50岁以上的老年人,每天摄入的钙质应在1000毫克左右,但摄入这么多钙,就一定能够不缺钙了吗? 当然还不是,因为补钙的问题,不单单是考虑的钙质,还要考虑身体的其他方面。 对于老年人补钙,给大家以下几点建议。 尽量食补,食物来源的钙是最佳的钙质。 富含钙质的食物有哪及哪制品? 豆制品,鸡蛋,芝麻酱,虾皮,紫菜,海带等。 需要指出的是,一些绿叶蔬菜,属小油菜,小白菜,捲鲜菜等,也都是富含钙质的食物。 这绿叶菜中一般都含有维生素肺,能够帮助钙成绩于骨骼中。 有研究发现,通过多吃绿叶蔬菜,人体能够得到的钙质的日补充量,可高达800毫克。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,成年人每天饮用300克的牛奶,可以补充体内约300毫克的钙质。 蔬菜的推荐量是300、500克,如果能够进食富含钙的绿叶蔬菜,那么也能为身体提供500毫克的钙质。 因此,对于老年人补钙,服用补剂当然也是可以的。 但如果调整饮食结构,通过食补能够摄取足量的钙,那自然是更好的了。 注意补充维生素D,维生素D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。 这是大家公认的,鱼肝油,动物肝脏,蛋黄,买制品,一般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。 维生素D每日推荐日渲入量为800U2,在均衡饮食的同时,可以考虑服用一些维生素D补剂,但不以补充太多。 过量也可能会引起中毒反应。 多晒太阳,多晒太阳可以增加皮肤内维生素D的合成,有利于其高身体内维生素D的含量。 研究表明,每天落入双臂,在阳光下晒15-20分钟,就能够大大促进维生素D合成。 注意隔着玻璃,涂防晒霜党对增加体内的维生素D是没有效果的。 40度运动,运动对于促进钙质吸收,增加骨密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建议有骨密度降低问题的老年人,一定要坚持运动锻炼,加上适量的补钙,一定会事半功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